OK 你放輕鬆 深呼吸 當我數到3的時候 你會入睡 1 2 3 嘿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因為大家非常的喜歡看 這個 How I Made It 今天我們又要帶給大家一個 How I Made It的 蘇珊說 這個歌我覺得其實也有很多可以講的 很多可以聊的 我記得上次我們那個黑色柳丁 好像有點長 會不會覺得大家太長 17分鐘多 加上一點點花絮 蘇珊說應該啦 也會是這個蠻多可以聊的 這個歌很妙喔 這個我剛剛看 因為這些所謂的Pro Tools session 我很久沒有打開 我現在看到這個上面寫的不是蘇珊說 不是Susan Said 是Old Lover 舊情人 我在找 所以找不到 我一直 對啊 舊情人 這到底是 這應該是 又是Craig Burbitch 對 我跟她講這個歌叫 Susan Said 她說誰到底是Susan 是之前節目上面那個Susan嗎 唱歌唱得很厲害的那個Susan嗎 Susan說了什麼 其實那個時候我應該是說 最最最早期做蘇珊說 真的是跟我母親有關係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 會知道我母親以前是唱金劇的 從小因為唱金劇嘛 所以在家裡面常常會聽到 媽媽在練啊 所謂的叫吊嗓子 所以在家裡面從小就聽到 媽媽在吊嗓子 你知道在一個房子裡面 然後聽到一個 那樣子的聲音 再聽一個 一個金弧 一個弧琴 那個會留下很多很多的記憶 對 但是當然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那些陰影 那些聲音 可以說都變轉換成是非常好的一種 記憶跟懷念 懷舊 我媽那個時候好像也有跟我說過說 欸兒子啊你為什麼不寫一首歌用金劇的段子啊 或者說有一堆什麼 他常常會跟我說一些故事啊 在裡面演的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說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旋律一個段子 寫一首歌它會是怎麼樣 但是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我聽了很多很多的一些CD 我買了很多的金劇的CD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住美國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跟我母親打 那個時候我們叫岳陽電話 長途電話 就問我媽我說 欸我說媽哪一首歌 這個段子 它的故事是什麼 它說的是什麼東西 因為對我來講 我不是只想把一個旋律 或一個唱腔放在這個歌裡面 而是我希望可以把故事 要怎麼樣融合在這個歌裡面 然後讓它變成是現代化 對 其實我那個時候在做蘇珊說的時候 我一直很想要突破跟克服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剛剛也說了 我不希望只是裡面借用一段蘇珊起戒裡面的這個唱 我希望加很多新的元素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我加了一些新的旋律 甚至於有Rap 我自己可能在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讓人家聽到說 哇 可以在一個這麼的所謂的這個比較傳統的 我們的一種藝術裡面可以有說唱 怎麼會有說唱 然後也可以有一種比較R&B的節奏 又要怎麼樣去很巧妙的 不要讓人家覺得很唐突的加入一些中國的一些樂器 所以這裡面呢其實有琵琶有笛子 但是沒有二胡 對 因為我之前已經用過二胡了 而且是個假二胡 然後我記得呢 其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裡面的笛子跟這個裡面的琵琶 是我在北京錄製的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剛剛好在我的第四張專輯 就是有跟女子12月訪合作 所以太榮幸的跟他們合作之外 又有他們來幫我去演奏這個笛子跟琵琶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他們都挺年輕的 而且他們也都聽很多的流行音樂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於那個節奏 或者西洋音樂他們是熟悉的 所以吹出來跟彈出來 你不會覺得硬邦邦的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非常喜歡 我覺得聽到那種國樂琵琶跟笛子 可是又可以聽到譬如說木吉他 都是一些這種所謂的acoustic的樂器 不是插電樂器 那感覺真的太棒了 我們先聽國樂的部分 還沒有加進這個所謂的木吉他的部分 好像坐在那邊賞樂耶 你知道那個時候其實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當你要去編寫 然後你要去溝通 跟譬如說西樂的樂手跟國樂的樂手 你要用不同的溝通的方式 然後你要去跟他們講說 你要怎麼樣可以彈奏出來我的這個feel 對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 現在在這個的 我們剛剛聽到琵琶跟笛子的後面 的伴奏是很西洋的鼓 跟很西洋的木吉他的彈法 那我們現在再把木吉他再加進來 可是同時間呢 我又希望要有那個 其實華人常常會說Grooving 其實Grooving這個用法是不對的 應該就是說這個Groove Grooving是一個進行式 其實要用Groove 這個Groove Here we go 2 3 4 Check it out 所以這邊的core progression呢 和弦是很多的動作 一直在變 那這個東西呢 又跟所謂的五度的這個Pantatonic的這種scale的樂器 其實放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特別特別的優美 那我們現在聽一下 就是這一段 可是是有所有的鼓啊 然後有bass啊 有鋼琴啊 然後呢 我的後面我還加了 之前我沒有聊過的那個小提琴 的那個Piccato 其實那個時候是想要用Piccato 那種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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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Plucking的這種樂器跟聲音 可以產生一種互動跟化學反應 所以你現在聽一下 比如說這個Piccato跟琵琶 跟笛子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其實也是挺好 所以兩種弦樂的樂器 用這種Plucking的方式彈奏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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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這幾個樂器一起放出來 又不希望它亂 可是又要讓它很和諧的可以共存 然後可以去把這個 先把這個歌 你一聽到前面10秒鐘 你就覺得說 這個Sonic Signature 這個東西你可以馬上就有辨識度 所以這個就是我之前其實有聊到的 一個好的編曲 應該就是在10秒鐘15秒鐘 就已經可以讓你知道說 這個歌我知道了 這是誰的歌 這個編曲是什麼 這個聲音的辨識度很高 好 其實我在寫這個副歌的時候 它有一點點像是一種穿越的感覺 所以以前這首歌 蘇珊喜借 蘇珊說 她說什麼呢 我就會想說 那個時候的蘇珊 可能是被冤枉了 或是說她心裡面有很多的一些苦衷 她想要訴苦 她都要想說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這個歌有一點像是想要給那個時候古代的人 現在的一個出口 你會發現這個歌詞呢 跟它的旋律呢 其實它有在呼應蘇珊喜借 因為蘇珊喜借其實我是新劇的這個段子 我是留在最後最後喔 因為我想要給大家一個驚喜 我不是一開始就放在前面 我是要讓你在你最不經意的時候 然後你沒有想到的時候突然你聽到它 它的副歌是 不在乎 來囉 聽一下 她說不在意 不在乎 一個人卻一個世界 你是否 你還想我嗎 還是你動搖很多遍 愛只是 一個錯覺 對 所以它的歌詞其實 有很多是在呼應 最原始的蘇珊喜借這個故事 當然後面 就到了這個rap的部分 那rap的部分呢 當然我就希望 它可以再上一層去 去把這個故事說出來 然後把這些重點 用不同的表達的方式 對 你說其實 京劇也有很多部分 其實是rap的 很多的部分 它可能只是一個打板 它其實也是有這樣子的東西的 只是說我們可能那個時候不叫說唱 可是在京劇裡面 在很多的傳統的一些藝術裡面 其實是有這個東西的 所以我們來聽一段這個說唱 還有這個副歌 那這個其實蘇珊喜借的這個 這一個京劇的這個段子呢 你們聽一下 它原始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節奏都不一樣了 其實它太低了 我應該要唱得更高 才會像京劇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唱的時候 我是蠻吃力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低的男生的假音 然後當然rap就來了 要有那個態度 這個其實有點像是一個第三者 它在看整個這個故事 變一隻狗一隻馬 我當爆還 所以它從這個rap 它就從它的詞意來講就是說 不管今生今世會怎麼樣 下輩子我還是會愛你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偉大的 一個love story 非常偉大很感人的一個愛情故事 而並不是只是 一首很普通的情歌而已 對 我那個時候其實有事的 想辦法 要去可能轉key啊 或升key啊 去把這個 因為這個rap的部分 你現在聽它是 它現在很低喔 其實使不上力的 它應該是要 這樣其實都不高不高 應該是要 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key 可是這個歌的副歌 如果我唱到那樣那個副歌 我就唱不上去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必須要 我必須要捨取 所以那個時候對媽媽 有一點點小小的這個遺憾啊 可能那個時候的這個 蘇珊喜借的這個段子 這個最原始的這個旋律 必須要去遷就 現在的這個新的這個副歌 對 OK 有很多人可能剛剛開始在找這個歌的和弦的時候 還會說 欸這個歌的和弦 到底是什麼和弦啊 其實它完全 它前面是沒有變的 一直是在一個A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根音 可是它其實BASS一直是 其實它是 你知道它這個是從哪裡來的 是007的主題曲 其實是從那邊來的 當然這個和弦在很多歌裡面是有出現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要用一個有點像是一個DRONE 因為其實應該說亞洲的音樂裡面 常常會和弦不會有那麼多變化的 它可能是 所以我那個時候應該是在寫verse的時候 我希望它有一點點單調 然後這邊開始 前面就有點像是黑白的感覺 然後一從這邊 變彩色 然後到了副歌之後 就更多顏色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在寫的時候 希望說它從verse到副歌前的pre-chorus 到最後的副歌 都是變成是 撥開一層 再撥開一層 再撥開一層 然後到了副歌當然就 顏色全部打開了 就有點像是一朵花 有點像是蘇珊她的心情 可能透過這首歌 她可以說的故事 她的真正的故事 她的悲傷 她的愛 到底是什麼樣子 好 我們現在要聽 最original的蘇珊奇戒 你知道嗎 我那個時候聽到這個的時候 我還想說我要怎麼把它 變成是一個流星歌曲啊 京劇呢 它的拍子不是那麼的規律 它不是像說流星音樂 你知道有時候它可能是 四四拍啊 或者說這個三拍 或者說這個六拍等等的 它其實是不太規律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第一個 我就想說我要怎麼樣讓它規律化 但是我跟你講 真的有個很好笑的故事 早期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上節目啊 或者是說在一些大型的一些演出啊 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一到這一段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在觀眾裡面 會有一些比較年長的一些人 他們就會 欸 好 好聽 就跟你一起唱 然後很可愛 他們就還是會唱 你們剛剛聽的這個版本 真的 我在台上 我唱的時候我都快要笑出來了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欸這段我聽過 可是他們唱的那個部分 根本就唱不進四四拍嘛 因為它不是四四拍嘛 你看到他們其實很興奮 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其實沒有唱進去 可是他們會覺得說 哇這個年輕人 陶者 唱了這個 這一齣戲 可是唱不進去 我也要對你們說一聲 不好意思 這個是 國粹 但是 其實那個時候當時也是真的希望可以帶給年輕人吧 一些文化 然後一些歷史 然後一些音樂 然後當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我怎麼去做 如果下次還有其他的歌 你們希望再看到我 How I Made It 我也會再去錄製 然後將來呢 你們也會看到很多的我的一些 即將你們要聽到的新歌 的 How I Made It 下次見